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TopChem频道 这次的影片很值得一看哦 今天我们将再次回溯到遥远的历史 向大家介绍那个时代的奇温异事 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让学者们感到困惑的遗迹 另外还有一些考古学家非常想探索 但至今还是无法研究调查的东西 当然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物 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的 对内容感到好奇吗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伦敦之锤 伦敦之锤应该是学者们最难以参透的文物之一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办法取得科学研究的许可 这件文物是在1936年 在美国德州的一个叫做伦敦镇的地方发现到的 马克思哈恩和他的女朋友 在红湾河的岸边散步时 发现了一块不同寻常的岩石 上面有一个木头凸了出来 这块木头从岩石上被拔下来之后 后代的人就一直将它保存了下来 但是没有过多久 也就是十年之后 第一位发现者的儿子去了同一个地方 并砸碎了那块岩石 竟然在岩石碎片中发现了第二块拼图 也就是垂头的部分 为什么现代的工具会在岩石里面呢 研究人员正在试着找出这件文物和化石形成的共通点 以及与钙化合物粘着在坚硬表面时形成水管沉积物的相似之处 不过他们没有办法证明 伦敦之锤是现代制造的物品 因为伦敦之锤被收藏在创世证据博物馆里面 因此处于无法进行科学研究的状态 安东尼和克利奥·佩托拉的坟墓 安东尼和克利奥·佩托拉的目的 是现代科学中的一个未解之谜 虽然一直都知道这两人的坟墓是在亚历山大港附近 但学者们想知道的是确切位置到底是哪里 最近的新发现说不定可以解开这个谜团 2022年由凯特林·马丁内斯所率领的考古学家小组 在塔波西利斯·马格纳神殿附近发现了一条地下通道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 那条长度约为1300公尺的隧道 很有可能通向失落已久的埃及艳后古墓 马丁内斯在长达20年的期间里不断地寻找墓穴 终于得到了解开谜团的线索 这个线索是否能通向预期的结果呢 虽然时机成熟的时候就能得到真相 但因为这条隧道通往地中海 未来学者们也不得不将调查方式从路上勘测转向水中 有的时候偶然性在考古学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例如说1927年 一位中国的农民在三星堆附近挖掘灌溉渠道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矿坑 里面有软玉制成的文物 1986年 工人们还无意中地发现了两个祭祀坑 里面有一大堆由青铜、软玉和黄金制成的器物 进一步地研究表明 在青铜时代早期 三星堆附近存在着一种令人惊叹的古代文化 这种古老文化的有趣之处 不仅在于铜器和石器的加工介绍 还有一种非常古怪的文物 与过往所发现的相去甚远 令人格外惊奇的是 以独特样式所打造的黄金面具 这种东西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这个面具是做什么用的呢 学者们认为 这些面具是使用于埋葬的仪式 根据最具有独创性的理论 面具是死者的年轻家属所穿的服装的一部分 这个年轻人不仅仅戴着面具 还进行了一场正式的表演 这是为了在线死者的记忆 2022年 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发现了 公元前七世纪左右制作的文物 各位知道这些文物是什么 又是做什么事情时所需要用到的东西呢 这件文物是一件奢华的附属品 现在的大多数家庭里面都会有 但在以前却是有钱富豪的象征 答案就是厕所 而且还是单间的 在2700年前 只有非常富有的人 才能够买得起这么舒适的宝座 沙漠风筝 在1920年代 当飞行员从高处俯视地面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非常惊人的结构物 英国的飞行员莱诺里斯 把这个结构物命名为沙漠风筝 因为它的形状很像小孩子的玩具风筝 虽然在非洲和亚洲 一共发现了6000多只沙漠风筝 但其实它们只不过是 低矮石墙形成的结构物 长度有数公里之多 对了 在谷歌地图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沙漠风筝哟 因为这些墙壁里面有通道 因此学者们认为 这可能是捕捉动物的陷阱 如果邓灵 羚羊等有体类动物 进入这条通道 并继续前进的话 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动物 古代猎人使用的陷阱 还真是巧妙呢 在成功黎明后承诺的 荣誉和赞赏 2022年 又出现了一个 让研究人员银井盼望 100多年之久的新发现 坚忍22艘索队 在南极洲发现了 1915年沉没的探险船 坚忍号的残骸 当时 这艘帆船上 有27名勇敢的船员 他们都很清楚地知道 这将会是一次危险的旅程 毕竟当时为了招聘船员 时代报上刊登了以下内容的招募广告 招募可以参加危险旅程的男性 工资低 环境极度严寒 黑暗的日子会持续好几个月 危险不断 无法保证能安全返回 当成功之时 将会给予荣誉和表扬 在这次的旅行之中 坚忍号被重重的冰块困住了 但很幸运的是 船员登上了救生艇 之后也成功获救了 但是坚忍号之后所遭受的命运 和船之残骸位置 一直都不得而知 不过现在大部分的谜团 都已经在实况转播中解开了 这是因为研究船 阿格拉斯2号的船员 现场直播了调查情况 研究人员不仅仅是找到了 坚忍号的船体 甚至还拍摄到了他的3D照片 不过在三公里深的海底里 却没有打捞起任何一件遗留下来的物品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 这艘船的位置是在保护区里面 法律和秩序是不容许违抗的 现代的土耳其国内的 戈贝克利时镇 古代神殿遗迹 在考古学爱好者之间广为人知 而学者们仍然在争论 它的用途究竟是什么 不过距离戈贝克利时镇遗址 非常近的地方 仅仅46公里之远处 还有另一个宝藏 卡拉汗时镇 在那里发现了一座 拥有250多尊雕像的方尖碑 虽然它的象征意义仍然是个谜 但这是一个有趣的谜团 例如说 这个由十根柱子组成的结构物 里面还包含了一根弯曲的大柱子 这到底是什么呢 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 这是一种用于重现生硬的大型乐器 另外旁边还有奇怪的脑袋 看起来甚至有点阴森森的 这个脑袋是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秦始皇陵 如果各位还对这些一团意犹未尽的话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介绍 中国统治者秦始皇的陵墓吧 由8100个士兵和马匹组成的兵马友 守卫着秦始皇陵 不过最引人入胜的谜团 隐藏在陵墓的内部 根据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说法 那里存在着许奇迹 水银的百川江河大海 房谷宫殿 官员的神像 各种各样的贵重品和宝石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第三层地下水的深处 秦始皇陵里面真的有这些东西吗 挖掘工作还是没有开始 所以学者们当然也不知道答案 这个陵墓是否有朝一日会被探索研究呢 历史学家们所谈论的所有宝藏 是否会被找到呢 请在留言板写下你的看法吧 学生受到的处罚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2022年在埃及的阿特里比斯古城遗迹 发现了什么东西吧 那就是刻有古文字的陶器 大约有18000个左右 有趣的是 许多陶器上面都重复地写着同一个字母 各位有没有回想起什么呀 没错 正如你脑海中所想的 这个就是处罚懒惰的学生的法险 原来在古埃及也盛行这种非人道的教育方式呢 阿拉伯的神秘戒指 19世纪 在瑞典的比尔卡站进行一项坟墓挖掘的作业时 发现了这枚刻有阿拉伯名文的戒指 这枚独特的文物被确认是九世纪的手工艺品 至于它是经过什么过程来到瑞典的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这枚戒指让研究人员可以更了解维京人的贸易关系 这个戒指本身也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让人忍不住去想象它的来历是什么 一开始 研究人员认为 这件人工制品是一个镀金的银戒指 戒身镶嵌着一颗紫水晶 上面还刻着字母阿拉 因为这枚戒指应该是与阿拉伯事件有关 所以上面刻的文字被翻译成以阿拉之名 不过这非常的令人不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北欧国家的其他地方 都不曾发现过这种来自阿拉伯的古老戒指 奇怪的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经过仔细的研究之后 发现戒指的云环部分是由银合金制成的 而不是纯银 而且石头还是有色玻璃 这是想要让人误以为是昂贵戒指的古代假货吗 另外 这枚戒指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研究人员也没有任何头绪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谜团来结束今天的影片吧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制作这支影片真的很有趣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一定要记得订阅本频道 并帮我们按一个赞 夺亏了YouTube这个方便的平台 让大家可以随时了解考古学 和其他奇怪现象的奥秘 我们的频道也不断地发展 才能够推出更多的新影片 让各位观赏 也麻烦各位将影片分享到社交网站上 给你的亲朋好友 在此感谢各位的支持 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